好 我們繼續這台旅行吧 喜歡我的頻道記得按下訂閱按鈕跟鈴鐺 記得追蹤IGLB還有追蹤 萬事俱備 我立刻排休 手上拿著女僕餐廳 拿到我的動物園門票 來到動物園 我在遠處都聽到卡克爾的呼叫 這樣的卡克爾有別於平常冷靜的形象 我只有聽他說喜歡可愛的動物 看起來應該是只要動物都很喜歡的樣子 慢慢來 不用急 花有很多時間 你就慢慢看 我曾和爸媽來過這個動物園 還是和以前一樣啊 一邊懷念著過去的時光 一邊走向霍岸著我的卡特爾 那個時候 我有沒有去體驗會動物啊 有點忘記了 卡特爾的頭完全就像小孩子 卡特爾 私底下的樣子 完全遮重我的心啊 只有幾個小時 以前 爬血過的一段小故事 卡特爾 不快點的話 動物園很快就要開了喔 準備 房間那段聽到稀稀疏疏的聲音 變成衝盔甲也沒有花這麼多時間才對啊 他到底在準備什麼 真的很好奇 快點進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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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點進去秋葉原駅 今天可是中看青年STEP的 發球日啊 突然想起每週我都固定去買 買雜誌 今天剛好是放秋 放秋日 在和塔克爾的時候順便去買好了 這樣的話我繼續買東西囉 在車上前的廣場碰面還可以吧 那我知道了 那就等會見吧 我講完後 講完後後就先和 先向秋葉原出發 卡克爾還沒來啊 包包內早也塞滿 剛剛瞞到人氣漫漫雜誌 周刊青年STEP 通常習慣裡尋找卡特爾的聲音 卡克爾應該穿了那身盔甲去通園吧 現在的我才猜得到這個可能性 如果秋葉原會到場的話倒是還好 不過這區 要去的地方都充滿兒童的動物園啊 我已經每天都看的習慣 我會特別感到什麼感覺 那若是一般人的話 這可是非常不得了的裝扮啊 糟糕了 在去動物園之前 我應該去買新衣服給他的 正道奧老師 聽到卡爾的聲音 蛤 每每一聽到聲音 先沒看到了你 那麼突出的服裝 不可能沒看到啊 卡...卡特爾 當我回頭望過去死 卡克爾身處還不是盔甲 而是這一身可愛的服裝 那...なんだ 這音量是很正常的吧 正當我難難之語的時候 又是我已經看了一邊 卡...卡特爾的服裝 沒有看見 不...唯... 抱歉 就是一直在看女人的身體看 是不太以貌 不過正在裝扮 她讓我衝擊啊 讓我能不住身 多看幾眼 不不不 我完全沒有這回事 不過你是什麼時候買的啊 先日 初めて給了薪金錢 買了也好 但也不能夠買的 你在那個世界 沒有穿過這樣子嗎 卡克的露出淡淡的微笑 這樣無論完約的表情 我還是第一次看到 沒想到不同的衣服竟然會有這麼不一樣的印象啊 再仔細看看的話 卡克好像畫上淡淡的一層妝 身為歧視的他嘴巴上說早已捨棄女性的尊嚴 或許在內心之中 還是抱著那麼一點點的憧憬說不定 沒 沒有 沒事沒事 寫出彎彎的我 臉只是他的勇心都沒有 我真的感到卡克女性的魅力了 我竟然跟那麼漂亮的人一起去動物園 這就是所謂的約會吧 一想到自己不經意有點害羞 那 那 那我們出發吧 別爸爸一點 納費時間 時間回到了現在 卡克的手指正在躺著休息的猩猩群 那是猩猩 這邊寫說他們玩裡可是一般人類的數倍啊 噢 明白了 納得了 那個丸子的腕子真是很素晴 一旦想試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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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 雖然記起來像是天馬行空的想像 不過卡克可是很認真點在說這件事 即便是信心 我想卡克也是有勝算的 這邊我想起在邱而言棄車暴走事件 卡克的能力可不能用能力的標準來衡量 同樣的一件事 如果對其他女士說 我覺得一定可以擊敗一隻猩猩 肯定會收到鐵球的無形制裁吧 我帶著興奮的卡克爾前往長頸錄 獅子和熊的斬區 最後得到她的注意就是巨大貓熊 黑把相近的巨大的身體 就是陸續討人喜愛的動作 不是卡克爾的喚醒 我懂你的心情 不過她可是很危險的 畢竟貓熊也是熊的一種 緊張就可以把能力打飛 對於塔克爾來說 或許這只是我對我的擔心 就像剛才的星星一樣 如果沒有造人的話 可能有點危險 不過現在這樣的話是沒問題的 雖然不是百分百安全 不過從動物園逃脫 然後襲擊人類的事情 不太可能發生 對嗎 但是 那是不太危險 那是吧 那是不太危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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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卡克爾點著頭 說起那奇妙的世界觀 卡克爾的世界中有各樣 各種動物和怪物的存在 不過公物的話 似乎不會危害人類的樣子 小馬你怪物的危險性 都非常高了 以人類為主持的怪物 有著如龍異常的人類的樣子 我還真想看你所說的怪物呢 那是無謀而已 那是無謀啦 那是無謀啦 是任何人有訓練uring 我可以消失的罪 過濕濕溜間 是 這樣啊 果然這個世界的動物 還是比較溫和的 我們持續這樣的對話 好 這一處就假裝才看完了 卡克爾拿著路源導覽 一種確認 超人圓內的最深處邁進 那這次登場 然後我們去他的地方 呵呵 這個就是目的 也不是過言 那我們下個地方要去哪裡啊 不知道為何突然展現出理所當然的態度 看起來是很樂在其中的樣子 你看到門票上面寫著兔子互動體驗 就想起卡特拿到票時那新聞的表情 卡特突然拉著我的衣服一起投入過去 我們都已經來到互動區了 去看到今天的路上明爾已經滿了 人氣的區域有限制路上的人數 路人後好像路上明爾就瞬間而滿了 卡特的失望到幾乎要跪了下來 死了的話就摸不到兔子了 卡特的瞬間站起來雙手握著拳頭 我一定會在這裡 喔喔喔 每次都會先暫時就些什麼 爆火殺的這種話 我今天心情轉還真快 這應該是件好事吧 那接下來 其他區域應該有互動體驗的樣子 接下來就看看還有些什麼 走到羊蛇 鱷魚等動物互動體驗的區域 卡特露出滿足的笑容 是不是差不多可以了 應該體驗不少了吧 好一點的 卡特的心情明顯上揚許多 一掃冰等酷的行像 現在這個樣子 諾貝原本世界的部下看到的話 肯定會起的想死吧 我邊想著邊打開幽覽導覽 我們繞得差不多 要不要吃點小東西 不如說有點想休息了 有點走太多 腳都在抖了 我..我在想想 正當我回答糖餓的時候 動物園真神出 穿上喘叫聲 好像有什麼騷動 欸欸 喂 我要追上卡特爾 也朝向深的方向跑了過去 事關了命的緊急狀況 現在的緊急狀況非常危險 請各位趕快離開 打酷出來的老虎 至少要在這邊接近 動物園大聲催出遊客趕緊避難 老虎逃出 太大很震驚了 前面的動物園是這樣的猛獸 猛獸尊貴是猛獸啊 我趕快跟塔克離開這邊的話 蛤 沒有回憶 老虎已出現在眼前 我還曾經聽說過 貓戶的動物尚常常隱藏自己 不願自己很容易被發現 現在不是人機分析的時候吧 卡特爾快逃啊 老虎的眼神 早已向我們這邊儲定 只帶一觸即發 老虎慢慢一步一步進行我們 可 可惡 這個時候我該怎麼辦 好這邊要選1 再這樣下去的話 卡赫會有生命危險的 卡赫雖然很強 不過其實也是要有 盔甲和劍的保護下 萬一他有什麼閃失 應該是會治了一輩子的 卡赫 趕快給我退下 我就吸引老虎的助影 也趕快趁機逃走 實際上 這理想是可以一起逃走 但如果我也跑走的話 老虎的目標 肯定會轉向其他人 這可不是在開玩笑 戰爪專家踏出的第一步 老虎光卻鎖定我 似乎準備要撲向我 面格上來說 這也不是我所期待看到的 嚇得我真的戳到想哭起啊 不過也沒有退路了啊 卡赫 趕快去叫施養員過來 當我開口時 老虎張大的嘴巴 朝我潑爐過來 因為沒有發出喘叫的我 完全發不出任何聲音 周圍的風景 突然是慢動作一般 在我的腦海中 不斷地循環播放著 這該不會就是人生的 跑馬燈吧 這個世界 已經到了盡頭了啊 身體突然被拉後 我瞬間醒得過來 卡特 卡特 哈克手破除到老虎的鼻子 老虎就這麼停下來 搞不清楚抓到老虎 準備再多向卡克接近 但是 是 糟糕 開始興奮了 卡克一邊難難治癒 一邊和老虎對視著 老虎一邊咆哮著 一邊討厭卡克 然後 卡克 卡克 靜靜地傷躲老虎的爪牙 然後轉身打擊老虎 頭部的側面 就這麼一瞬間 老虎 一動也不動 卡克 站在一倒下的老虎邊 嘆著口氣 只要是 意識奪了 只要不動 指出一擊就讓老虎斷氣 不論再強的格洛達人 都做不到這點吧 雖然也站在 受到驚嚇我的旁邊 真高興者 沒有任何人受傷 當然 我也很高興 沒有人受到任何傷害 我該不會是做了什麼多餘的事吧 我剛剛還 站在卡特爾面前說 保護他 卡克輕易都把老虎擊倒 嚮往的我覺得還在那邊 承擔自己 根本就是野人宣布啊 但是最後擊倒老虎的是卡特爾啊 卡特爾 卡特爾 卡特爾面前奔向一說 害羞的我不禁抓了一下頭 是這樣啊 但他沒事就好 卡特爾帶著害羞的表現說著 就這麼一句話 讓我有一種受到救贖的感覺 卡特爾自己默默的難言之語 奇怪 奇怪 不就是從腦筒中逃出來嗎 難道什麼 如果常常發生這種事的話 那倒蠻 蠻力人傷腦筋的 卡特爾摇摇摇頭 明明說這個世界沒有魔力 如果真的有的話 應該從卡特爾的世界也一轉過來 可能是誰的遺物或相關的東西吧 真的嗎 如果是這樣的話 或許卡特爾就有辦法回到原本的世界 這樣不是很好嗎 意思是說 或許還有其他存在魔力的動物 卡特爾摇摇頭 似乎在思考自己的感覺 是不是在驚訝著 竟然能從動物身上得到魔力 還是因為其他的理由 卡特爾並沒有再多收寫嗎 那位小姐 幹啥是不是你自治的老虎啊 突然向我們搭化是一位掛著原長名牌的中天男子 真的 真的幫我們就大忙 如果我們家的毛小孩 真的不曉得上哪個人 口罵後果真的不堪設想 千萬別這麼說 你這所有客人 還有我們家的毛小孩的恩人 口中所說的毛小孩 就指剛剛那個老虎吧 對他自家的動物 和對他自家的小孩一樣 看到原長的表情 我深深地確信這件事 不過為何那隻老虎會突然跑出來呢 不是應該會在龍裡的嗎 你說的沒錯 不過我們家的欄杆已經經歷很多年 應該是被破壞後跑出來的 不過聽自然有人說他門關橋 應該是不會亂來的孩子 不能說這種話 有人可能聽到魔力兩個字 有點嚇一大跳的樣子 不過似乎沒有多理這件事 他帶有笑笑的表情說到 如果我們可以做到的地方 請別客氣 儘管跟我們說 卡赫 可以這一步說話嗎 我指出卡赫的嘴邊 並開得哭 不好意思 有點事要跟你商量 不曉得可不可以參加 兔子的互動體驗區 咦 雖然是巴桿子 倒不少的話題 我看著元朗帶自己的表情 將事情來容去嗎 迅速以來一遍 因為今天的入場已經結束 所以沒有辦法參加體驗區 但我說完後 元朗笑笑的點著頭 可以可以 當然可以 整個體驗區都 Nice 又沒關係 務必盡情享用體驗的樂趣 謝謝 我們可以去了 卡特 沒有關係的 那就這邊請啦 卡克帶了一會兒的表情 和我一起跟著元長走進體驗區 卡克兩種抱起兔子後 滿你的笑容 這是我此生看過最燦爛的笑容 卡克進行和享受和兔子玩耍 不過在這之中 卻發生了一點一件事 看 看到了 卡克在好穩住於防備的情況之下 從他的短情中 看到裡面的內褲 本來應該提醒他注意的 不過看他這麼享受的氛圍下 我想就這麼打破氣氛 但也不是只有這樣 我自己的內心也多多少少 想看這個舉家的角度 啊 啊 卡克周圍聚集了好多隻兔子 是不是在等到他的餵死 有幾隻兔子已經跳到衣服上 喂喂喂 你這兔子 卡克對於兔子的喜愛程度 害我想當那個兔子 想說非常錯誤的感覺 如果被制造我這種低級的想法 肯定會被擺眼吧 沒有啦 什麼事都沒有 如果被制造的感覺 可能會被制造了 精神的驚訝 你看 你看 奇君也能夠癒癒 卡克一邊說著 一邊在兔子抱著過來 小小的身軀 燈燈娜的眼 這次看著我 我的心裡就這樣融化了 確實很可愛 我終於了解到卡克為什麼這麼興奮了 如果家裡都可以養寵物的話 或許會想養兔子呢 那是吧 奇君也能夠理解的魅力 我會想要做到的生活 卡克的腳邊有隻兔子 正在抓著卡特的小腿 是不是想引起我們的注意 卡特一邊說著 一邊在切好的胡蘿蔔 或著每隻兔子 看著正在進食的卡特 與其說他像天使 不如他就是天使吧 如果這個時間可以一直下去就好 卡克哪一天 那還是會回到原本的世界吧 和他一起生活一起約會 就像是做夢般的一樣短暫 即便是這樣 我還是想要把握 最重要的短暫時間 好累啊 一會到家 我就一刻躺到床上 從早上就一直走來走去 我的提議已經消耗殆盡 躺到柔軟的床上 都很想起卡克來家裡的第一天 卡克來到這裡的那一天 我還被躺在床上呢 後來隔了一陣子 感覺和卡克的距離 有點拉近的感覺 第一次見面就被威脅 我想對我有好感度 不會比那再更差 床長那麼香啊 塔克進去敲了一下頭 我這才想起來 從塔克來之後 這張床一直讓他在睡 我現在做的事 就像變態一樣 抱著臉 不用東文西文女生的床 抱歉抱歉 我不是故意的 我已經知道了 我不是故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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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也要注意 我也是 那樣的事 我也是 很懶惰 卡克說完後 輕輕敲了一下我的頭 咦 有果筒 嘘 你也沒有力量 我已經進來 所以 我回到床上 我把床放在床上 我把床放在床上 疲累 而你可以繼續放在床上 哪有什麼地方 我也想去沉河 在床上 不過身體照顧和床融合在一起 既然失去力氣 糟糕 這樣下去有靈位洗澡 裡提都沒有 可能是這樣睡去 把床小孩說著 這句話好像從很遠的地方聽到 一时模糊的就这样睡着了 睡着之后不知道过了多久 眼睛睁开时 整个房间黑漆漆的 我不想先睡着了 看着黑漆漆的天花板 自己难难治愈着 黑漆漆的房间 只听到冰箱的运转声 怎么这口香味比刚才更强力了 那是一片空白 不过嗅觉就是异常的敏锐 然后怎么感觉有点温暖 这温暖似乎是来自我的右手边 我的意识越来越清楚 这是 卡特 你怎么睡在我旁边 虽然是这样没错 不过突然间有个女士睡在旁边 会竟然是很正常的吧 洗完脚后 卡特穿着阴森暖眉眉的睡衣 洗法性的味道不乱在刺激我的鼻子 你如果要睡的话 那我先在地板铺落床 卡特这种惊慌失处 准备起身的我 笑笑蓝地说着 接下来就是一阵沉默 他到底在想什么 为什么要这样做 我实在搞不懂啊 这动物园心情操害着他 而且他完全接触不同啊 这之间发生什么事了吗 是为了这尴尬的沉默 准备开口的我 卡特把手指压在我的嘴唇 摇摇头是一个我不要出声 卡特 卡特算了这个女的 不过比这个身份更重要的 是身为骑士团长的骄傲 不过即便是这样 这样的情况 完全违背他自己的原则 这段话是要讲给谁听的 自己说不觉是 是件羞愧的事 自己却害羞了起来 卡特在经过一阵 慌乱之后 终于慢慢冷静下来 说起他内心的话 我觉得很帅气啊 这边是每个人都可以做到的事 我现在还没有 我没有做到的那些选择 我没有做到的事 卡特要是亚具说了下去 我为了 我为了 我只是想要保持平和强散打散的事 我只是想要保持平和强散打散的事 但是 我只是想到这里的世界 我也是 我只是想到 我只是想到动物園 不 可能 如果我看了的話,我可能知道我之前的事 喂,你還好嗎?改革沒有回答的問題,視線向下移開 我...我喜歡這個世界 而且...我還在一起的事也...我還想不太好 我什麽話都說不出口 凱克用手指插去眼淚 哭著笑著 凱克有這樣的煩惱 我卻 我卻什麽都做不到 美麟就在身邊 我卻什麽都做不了 凱克注釋 自責的我 怎麽了嗎 啊 好事好了 不過 凱克一邊說的謝謝 一邊拉緊和我的距離 越是靠近 那股香氣越強烈 分不清洗髮精的香味 還是洗衣精的味道 雖然分不清那股香味 不過確定比剛才更加強烈了 雖然也不是討厭你的那個味道 不過整個冰箱都是那個味道 頭腦已經暫時變麻痺了 塔特抱住我的手臂 外子頭笑向你的笑 偷笑著 果然很瘦啊 身上的氣氧跟一般的差不多 在那個世界的話 肯定算是瘦了吧 卡克說這句話後 世界默默向向飄移 不發意 雖然不曉得卡克到底想講什麼 不過大概知道他的意思 今天見到很多情侶都是這個樣子 塔特應該是想說 我們是不是也像他們一樣 但是選擇不想出口 應該是心中有個結吧 為了不讓我繼續多想 塔特用力拉著我的手 整隻手就被他 被他這樣抱著 卡克爾 卡克爾在微微地站斗著 是怎麼回事 找到什麼適當的吃 我還是跟剛才一樣 緊閉著自己的嘴巴 我能做到的只有 我最多只能右手摸著卡克爾的頭 一碰到他的頭髮 卡克爾的瞬間身體緊張起來 不過在這之後 卻又把頭湊得過來 因為我都摸摸他的頭 我一直不斷摸著他的頭 就像是小星科 或者無價的玉碎品一樣 連暖頭髮是這麼滑順的 我不曾這樣摸過女生的頭髮 輕輕地摸著頭髮 每個髮絲就融在我的手指 斑 就像是這樣 一直撥著頭髮 有沒有感覺到無聊 還是那種不可思議的感覺 靜靜地聽到卡克爾的打呼聲 卡克爾這樣抱住我的手 他真是可愛 他本來應該不知道吧 看著他那麼安心的表情 我自己又不僅想睡了 唉 我也差不多來睡吧 摸著卡克爾的頭 閉上眼睛 想起在動物園裡笑容滿 滿顯的卡特爾 經典失去意識 動物園約會了書之後 今天我們兩個的工作都排修 打算一整天躲在家 奮現魔法書 已經花了半天的時間 像是中午休息的片刻 卡克爾出去買午餐 我則在船上悠然地躺著 卡克爾最近好像精神不太好 從那天起 卡克爾越來越精神不激 不發雨裡發呆 跳往遠方嘆氣 這讓我十分擔心 必須回到原本世界的責任 想留在這邊的心情 應該那些很動搖吧 我還是老樣子 找不到適當的吃 可以給他一點鼓勵安慰 這種時候 我該說些什麼好呢 因為拉近的關係 卻感覺距離好遠 為了卡克爾 難道不能再多做些什麼嗎 卡克爾好慢啊 應該是去附近超商買東西才對啊 不過已經出門 已經一個小時了 沒有撲上危險的話 那倒還好 我邊苦笑著邊這麼想 他可是卡克爾 不該可能碰到這種事 他可是能夠氣著彈飛 能一起打混老虎的人啊 就算出現暴徒以後 輕易就拔平吧 不過萬一有什麼意外 最近卡克爾明顯比平時弱了許多 我還是出去早上好了 等到我準備起車 卡克開了門 不過樣子有點奇怪 好像看到不可知性的東西一樣 正著大眼喘氣著 這 怎麼了嗎 我第一次看到卡克爾這個樣子 絕對是發生什麼事 卡克看著我呲呲呲的說 好像和魔力相關的樣子 我聽了好幾次 這個世界幾乎沒有魔力的啊 嗯? 這突然起來的話題 我做了一番很白癡的言論 你之前說從老虎身上感到魔力 是不是你從他身上吸血魔力的呢 那是微微的 現在的我現在的魔力 是全開時的2割程度 那些魔力的魔力 我沒有想到這裏 從超常買回來的三明治 便實驗著看看身上的魔力是否屬實 所以說老虎是以外的因素了 對 我現在的魔力回復方法 你還記得嗎 尤其說 記不記得 布魯叔 永遠就沒有告訴我是什麼內容 我怎麼可能會有印象 不過根據卡克的說法 就是在我不知情的情況下 上次做了實驗吧 不過在這段期間 有特別做什麼事嗎 我的腦中開始回憶之前發生過的事 對了 之前那個 對我而言和卡克睡在一起 是很特別的事 當然 也不只有那件事 卡克 柔軟的皮膚 還獨有的氣味 現在想得起 身體都熱得起來 現在的我 肯定看起來像是正常發高燒的病人吧 卡特爾 當我看見卡特爾時 他的耳朵紅了起來 是嗎 換句話說 這是 腦中 再度回想 其難 判斷的意象 和異性接觸 這不是開玩笑 如果這樣都得到魔力的話 那這個世界 每個人不是都有魔力嗎 這有在之前發生的那件事吧 對 正確 正確 是 魔法使用的 異性和接觸 卡特爾深深地吸了一口氣 應該是想忘記之前發生的事情吧 現在的臉還是很紅 不過眼神卻很認真 我看不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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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魔力的回復 我看不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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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說我具有魔法式的天賦 卡特爾說說我的話 我真是無法理解 我不僅想要 現在塔克爾問了個清楚 那點點頭 我看不見了 我看不見了 魔法使用的 魔力的無法使用 所以 我看不見了 魔力的無法使用 只能夠不要 但是我和他一位 我看不見 是這世間 世界上 幾度在這幾個城下 都會有些甚至 都是 但是 奇倫好像是 無法使用的 不可能 沒有影響 除非 目的是 魔法使用 無法使用 再質疇 也等 這才是我想要說的話 突然被說魔法師的後代主寸 這點實在太難能 難能理解了 先生呼吸他自己冷靜下來 腦中在此時出現一個疑問 如果這個方法真的作效的話 為什麼不早點試試 不過這種事也不是說做就做的 塔克爾已經冷靜大部分獻給歧視這一次 連生活女性的至尊都捨棄了 選擇一身與劍相伴 這樣的她突然要和異性有所接觸 恐怕是男生加懶 而且條件是要具有魔法師天賦的異性的話 這樣就不得不每一個都嘗試看看 對於塔克爾而言 這肯定是無法接受 一旦冷靜是搞厚的我 直率地問起卡特爾 既然恢復點魔力 代表回到永遠的世界了嗎 他立刻回答我 他立刻回答我 天衣魔法には膨大的魔力が必要 一直是說魔力還不夠的意思 但是 奇君との接觸で魔力が回復すること すでに証明された 必要な魔力量を得るのは そう難しいことではないのかも 卡特爾說完話後 便叫下一句話吞了進去 從他悲傷的表情上 我的心引救了一下 卡特爾還是猶豫吧 我和卡特爾是不一樣世界的人 最後一天以後分開 卡特爾會再度回到原本的世界裡 居住下來吧 這絕對不是冷漠 而是一種預期的心理準備 現在卡特爾也會 一部分的魔力 遠心的預期 現在早已演變成 眼前的耽誤自己 不過 真是太好了 這樣就能回到原本的世界了 卡特爾含含糊的回答 難道 不覺得是該開心的事嗎 卡特爾沉默了一陣子後 看了一口氣 但是 卡特爾沉默了兩人自語 並將手放在我膝蓋上 我想追上爆出他 努力壓抑自己的心情 冷靜地回答 卡特爾要回去的話 我也會感到很寂寞 卡特爾笑得出來 卡特爾說完後 一開他的手 一開他的手 站起來 突然問起我 啊 倒是沒有特別的事 這樣就一整天 來解新魔法術了 不過竟然都已經知道 如何過了魔力 老實說 也沒有繼續解脫魔法術的必要 是可以啊 不過也太急了吧 至少先有個計劃 這樣子啊 一直待在家 想念那風火之後 越來越沉重 現在剛好出去 轉換一下心情 我知道了 決定了 準備沒有必要 所以就這樣出發 卡特爾想去的地方 是電子遊樂場 電影充滿獨特的氣氛 四處充滿電子遊戲聲 那種有點頭暈默眩 說聲音有點太誇張的一點 如果說年輕人距離地的話 那倒是事實 我最近也很少來 不過對於這種喧鬧 倒是不討厭就是了 好我們這一集到這邊好了 那喜歡我的頻道 記得按下訂閱按鈕跟鈴鐺 訂閱追蹤IG FB還有Twitch 那謝謝大家自己的收看 掰掰